哈利伯伯伯,我是Kathleen 今天受到了回歸主廚Simon的邀請 要來試他們這一季的冬季菜單 不久前其實也才剛吃過他前面一季的菜單 覺得他玩這種也台灣人喜歡的一些調味 非常的厲害 抱持著這種很好奇的心情 我們今天就要來試試看 烤肉好朋友Simon精心準備的回歸冬季菜單 那我們一起來看吧 為在台中星光三月附近的餐廳回Return 採用預約制的方式定位 為的就是能夠把主餐肉類事先熟成 精準控制美味上桌 主廚Simon經過米其林餐廳與國外餐廳的歷練 選在台中開設屬於自己的小天地 料理風格布局形式 穿插成長經歷中的味道 回歸這次的冬季菜單走日式元素 Simon說是自己的一次全新嘗試 第一道蘿蔔湯 最好吃的就是吸收了湯汁精華的蘿蔔 對吧 這份吸飽了柴魚高湯美味的白蘿蔔 配上濕潤甜鮮松葉蟹與海膽紫蘇的前菜 吃下去就能夠感受外頭的寒冷一掃而空 第二份前菜給人一種小甜甜圈的錯覺 裡面卻是藏了Q彈的蝦仁與靈感取自蝦滑的醬汁 和灑在上頭的鹹蛋黃搭配一口入魂 簡單玩味不複雜用美味決勝 第三道料理味道開始加重 我沒想到手撕豬竟然在這道菜出現 而且可以這麼精巧有趣 濃郁的美式BBQ醬汁 配著脆口的炸Taco 真是療癒爽口的享受 秋葵平時惱人的滑順感 在這道菜當中就變得非常的滑順 能夠成為重口豬肉與醬汁的包覆劑 簡直就像蛋黃一樣有效 這份濃湯料理沒有任何一滴水 靠著絲瓜本身的水分製成 底部搭配了高湯製成的蒸蛋 蔬菜香甜中藏了炙燒風味厚重的中捲 中捲口感彈牙 每咬一口都會散發出炭烤香氣 是這道湯品毫無疑問的主角 最後再靠花椒油的香與微辣收尾 回歸上季出現過的不理由麵包 到了這一季做了一個雞蛋沙拉的改編 以美乃滋做基底的醬汁 帶有一抹蜂蜜香甜 與鮭魚軟的鹹鮮互相襯托 整口吃下去 所有食材風味是很圓融的包裹在一起 濃郁入口 蜜香收尾 一道取材自蟹黃豆腐寶的料理 第一口感受到的是類似自然的香氣 接著肉丸的汁水配著蟹黃鮮味蔓延開來 炸蓮藕、過貓與芥蘭苗 當作增添口感的配角 主要還是感受精心調味的蟹黃醬汁是如何鮮鮮 厚甜在口中慢慢出現不同風味 層層地盡能感受藏有中餐的一絲底韻 但味道卻是完全不同 海鮮主餐是經典的脆魚淋碼頭魚 沒吃過的人一定會被脆肚給嚇一跳 碼頭魚配上帶點生成菌菇風味的湯頭 我很喜歡這道菜當中運用了一抹薄荷 讓整體厚實的風味能夠得到可能難以察覺 但是卻重要的清爽感 鴨胸一直都是Simon主廚的拿手招牌 他厲害的地方在於對肉類的細心呵護 用威士忌熟成過的鴨肉 甜度與風味表現就會跟一般店家有所差異 鴨肉的熟度不講會讓人誤以為是舒肥的成品 但這卻是透過烤爐與靜置達到的均勻色澤 搭配以甜麵醬基底的醬汁還有鳳梨果泥 真的是整份套餐中最棒的高潮 微飯跟燉飯感覺很像但其實有點不一樣 微飯口感更軟吸收了更多的高湯 這道料理可以說是集結了前面海鮮食材的大成 把圓融卻強烈的海鮮鮮味全部呈現 配著微辣的甜椒醬汁 用相當有個性的方式結束這一季的鹹食 接著的這道甜點實在是令人回味無比 使用濃豆漿製作成的冰淇淋 豆香味很明顯 跟甜地瓜配起來簡直是堪比香草布朗尼一樣的絕配 甜地瓜做成了近似麻薯與豆沙結合的稠度 流沙包的奶黃醬與焦糖醬又能夠增添整體深厚的香氣與層次 所有元素結合在一起又成為了全新太陽餅的風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結尾茶點是簡易的嘎爺泡芙與覆盆美餅乾 簡簡單單的收尾讓今晚的用餐非常滿足 來到回歸用餐 我的形容詞就是 Cozy Friendly Pressureless 在這裡你可以很自在 這是台灣人能夠喜歡的氛圍 不需要擔心衣着 不用在乎自己懂不懂 可以儘管放鬆心情 去享受Simon用一點也不馬虎的心態準備的料理 通常這種類型的菜色 都得是高端私廚或者私人招待所 才會有廚師精心準備的料理 但在回歸 卻是任何人都能夠享受得到 以上就是這一次吃完回歸冬季菜單的體驗 我是Cozy Friend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照分享訂閱頻道 如果想要推薦我去其他有特色 有風格的店家的話 會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的訂閱